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本性真是难移 这个雌性啊 你这个层就过去 什么也挡不住我们的 挡不住你 挡不住我们 这话有点问题 什么也挡不住我们的 好 我都忘了正经话题是什么了 真真假假嘛 咱们说的是吗 很多真真假假的事 最近连这个以诚信著称的英国BBC 都闹出了真真假假的这个事情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BBC拍的很有名的一个纪录片 叫冰冻星球 里面有这个北极熊啊 爱护这个小熊的这么一个画面 但是现在被人揭发 你看下一张照片 原来是他们啊 在荷兰的一个什么地方 搭的这个井 你知道吗 可是啊 我通过这个事情 我反而是要夸英国人 为什么就是BBC的这个 这叫认真 为了造假还认真 就是搭井 这是一方面的 而是说啊 你要照人家BBC这个标准呢 那中国全是假的 你为什么 人家说观众就讲啊 说是这个你让我们以为啊 是在北极拍的 BBC那个拍片子的人说 我们查遍了 我们片子里没有说 这一幕是在北极拍的啊 但是最后人家BBC的裁决 就是说啊 你让观众以为 你是在北极拍的 哪怕你没有明说 只要你制造的这个环境 好像是自然野外风光 你就是骗人 所以检讨道歉 所以我们以前讨论过嘛 这样作假的事情 就是说中国有作假 全世界有作假 什么地方都有作假 我觉得说 等于全世界都有坏人 问题是说 出了这些状况之后 怎么样来回应 怎么样来改善 像在比方说BBC 他们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很多媒体内部本身 卸立一个监察的人 你是拿这个 比方说你是拿这个台的薪水的 你没有什么工作 你就是监察里面的 每一个东西的真假 去检查 甚至监察到很视为说 要喊出来的 邓文涛不能坐又停 太近 有偏袒 偏心 他是工作主要就是这样子 他是有这种制度 来防止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 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样才是值得注意 挺认真的人 非常认真 因为媒体有影响力 所以是应该要 可能多打一个字而已 就可能是说 或者此画面是仿真的 或者是还原现场而已 不是真的 对 他们可以作为一种比较文学 我们在 现在今天吧 我看到的新闻 内地又出了一个事情 有的电视剧 我很爱看的 一个是钱福 后来我又觉得 又有一个更好看的 叫黎明之后 还是之前 我忘了 中间传出来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钱福 可原来整个剧组 包括我们广大观众 一直都不知道 这个戏里有一个逃犯 真的吗 这钱福在剧里 我很熟悉这个角色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一直追着 看完了这个电视剧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他是演这个钱福里边的 那个情报什么 保密局的这个档案鼓 鼓掌圣香 圣香 原来是被 今天爆出来 被七七哈尔公安局发现了 右边是他 左边也是他了 左边是他的剧照 是他剧照 发现这是一个 13年没逮着的 一个逃犯 而且犯的这个案子 13年之前 他是剧众 抢劫警察 抢夺警枪 那俩抓着了 他溜走了 他溜走之后 做群众演员 然后人还很仗义 导演也觉得 这玩意 发现真有天赋 我发现 导演觉得演戏演得很好 是吧 然后就混到浙江金华 用了另一个名字 到最后 群众演员演得好 角色给得越来越重 是 所以他演了这么一个配角 他这是配角的角色 已经不是群众演员的角色 已经不是了 挺主要的一个配角 集集基本上都有他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最讽刺是刚好潜伏 假如他演过其他戏 演其他戏的时候 他也演其他戏 比方说他演《红楼梦》的时候 当个家丁被抓出来 你不会觉得那么讽刺 因为逃犯总要吃饭 对不对 逃犯总要找个工作 刚好演这个潜伏 完全让我们产生联想 但是你有一个问题 你们没有想到 他为什么不害怕呢 因为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13年都过去 他想他自己都忘了你 他怎么觉得警察会记得 他在想说13年 可能容貌什么都改变了 所以呢 所以还是中国人胆大 你这样前一阵 咱不是说 辽宁抓了一个逃犯 他上电视相亲节目去 争婚节目给认出来 他觉得 你知道吗 会有一种有个歌 叫忘了我是谁 我后来解剖他们的心理 我发现 他最后说他忘了 比如说他一直 他说我是张三 可是我逃了这么多年 逃了十几年以后 我都跟人说我是李四 慢慢的 你就演成李四的样 也没抓着我 他说我真的忘了 我是张三 所以我为什么不能争婚呢 这个人也是 说一开头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敢看 他自己演的电视剧 只要在电视上播 他都关掉 我觉得我也有这个心理 你们不会去看自己的节目 不敢看 我刚开始也不敢 不喜欢看自己在荧幕上的样子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就是不敢 就是看我自己 很不敢看 就是 甚至要求家里人 如果我发现家里人 谁在看我主持的节目 都大发雷霆 真的 就是 完全就是 我不知道 逃犯一个心理 他们没问你吗 为什么不准看你自己的 因为你说什么心理 其中有一个 这是佛罗伊德讲 听说是犹太人的老笑话 就是说 我不会加入一个 连我这种人 都愿意收为会员的俱乐部 这个就是又自卑又自大 这是 我就了解 我就了解我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居然你这种会 连我你都收 你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我不会加入 这种自卑自大 你是这样吗 可能是有一种自残行贿 对 就不自信 对 不自信 有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是 你想 这个也就说明 早晚也能被抓到 把网灰灰 而且刚说到为什么会 后来他们敢 我觉得是放松了 整个放松 我们知道根据统计学里面 你知道哪个时候 最容易出车祸吗 就是你回到家 靠近家的前面 几百公尺的时候 你放松 整个人放心了 你下班回家 一上车开车 很注意 慢慢很小心的开 开到家了 你之后快到家了 看到家门在那边 你放松了 拉学后是最容易 撞到小孩 撞到垃圾桶 撞到大树 你整个人放松了 所以就是这样 你最后来的逃了13年 他前面5年6年7年8年 可能很紧张 很谨慎 最后这几年放松了 所以就出状况 而且13年 在内地没有那个 我们在台湾有个什么追溯期 可能过了15年或20年 他就不算那个 可能他自己以为 可能也够久了吧 他就觉得应该也就没事了 你知道当时我们这个搞运动 这个你没注意到吗 最近以来你要注意新闻的话 近两三个月来 大批的这种新闻出来 20年的 像当年什么沈阳一号 解案 上次那个什么 就是颜佩东啊 在那个网络上打曹操木 是假的 他也是逃犯 他也很敢 就出来打别人 假就自己也是个假的 也是换了个名 这我也觉得蛮天才 你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安部啊 这个今年还是从去年开始 搞了一个行动 叫收网行动 就是这种追击多年的这个逃犯 说现在该抓回来的 都得抓回来 画了画了画了 所以出来了很多 对啊 这种十几年不见的朋友 有了抓着 现在已经是政协委员了 是真的 在山西政协委员 而且说经常午夜梦回的时候 忏悔不已 大成了个活菩萨 赚了钱 就做善事 你知道吗 把他给抓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看来这个逃犯演戏是可以的 但是演红了就有点受伤了 我觉得应该是他演红了 然后人家觉得 就是他怎么可以 就是这么有名气 所以看不过眼 对 偷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 警方说 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 这个事里边深的又挺 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 你看你也是从小 这个当班干部长大的 一个伦理问题 一个有争议 最近你知道有个童话大王 郑渊杰 你上过咱们节目 这个渊杰兄啊 除了这个多年来啊 鼓励这个孩子们 这个加强性教育 这个解放天性之外啊 他最近就是他以前写的一条 微博 最近又被人拿出来这个翻炒 但是还引起了一些争议 他就说这个班干部 不怎么样 学校里的这个班干部 你看啊 他说啊 小学班干部制度 是在培养汉奸 并且列举三个特点 就是为什么是汉奸呢 第一 为强权效力 老师算强权吧 是吧 第二 告密 就有一些班干部 常常有告密的特点 三 奴役同胞 这是一同班同学 平等的 为什么奴役同胞 他说呢 发达国家小学 这个要跟马博士 请教一下 他说发达国家小学 没有这个制度 所以建议取消 让孩子平等成长 这个讲出来的时候 让我觉得跟我小时候 被取完班干部的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 你是当什么班干部 什么都当过 什么卫生股掌 管那个清洁的啦 然后风计股掌 管大家有没有准时上课 或者是我们带手帕 卫生纸的啦 班长 副班长 收作业 什么我都当过了 我连体育股掌 我这种看起来 不会短米 不会白米 短跑的 轻功好 对对对 我都当过了 所以怎么讲 就是说在我们以前 在我很小的时候 选班干部 第一件事情 是要培养所谓的选举制度 让小朋友知道 怎么从提名投票 然后选出一个这个干部 而且我们被教育 你是为小朋友服务 所以很多人 其实是不想当班长的 因为我就要特别早来啊 我要变成大家的表率啊 我不可以功课比大家差啊 因为大家说你是班长 你就要考前五名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 反正大家是不想当 因为你是要为小朋友服务的嘛 所以这个概念 跟刚刚郑先生讲的 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没有好处 只有虚荣心 只有一个荣誉感 荣誉感 理论上有好处 比方说你申请中学的时候 要交这个履历表了 特别在香港 香港连报幼稚园都要交履历表 你学过什么 你当过什么岗位 所以这个理论上 有这种荣誉的实质的好处 那我听完这个 我们伟大的佑婷说的 我很好奇了 那刚文韬读出来的 那三个汉奸罪名 你到底犯了哪一个 我都没有 奴役投包绝对没有 我被同胞奴役啊 因为你为强权服务嘛 强权 但是我服务的对象是学生啊 是同学 你告密吗 不是老师 你告密 告密有 告密有 当风济鼓掌你要告密啊 对啊 你看见哪个同学 所以我的代价是什么 我的人员超级差在那一年 所以到最后你根本就哭着说 可不可以不要找我当风济鼓掌 因为老师要找一个 就是最乖 就是不会 不会有这种犯校规的人 当表帅嘛 所以那个女生 会被当成风济鼓掌 然后可是你每天都要 看小朋友 你怎么可以 这个衣服不塞进去 你怎么可以头发变长 那你就要跑去跟老师告密 这不是告密 就是说你得报告 是是 对那这件事情 其实会让人员很差劲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说 这是个伦理问题呢 有一个挺著名的 这个好莱坞的那个老片子 叫女人香嘛 那个那个谁 这个Air Pacino 演的一个 阿尔伯仙奴 对阿尔伯仙奴 他就里边就讲到 一个高中生 好 那么他看见同学 可能在干一些坏事 也不是什么大的坏事了 那么学校就说 你要举报他们 你要告发 你如果不告发呢 开除你 那么你看 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选择 那么有一种伦理 我们也信奉 在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出卖朋友呢 或者出卖别人 我出卖个同学 出卖同屋 我不愿意 那么我成全了 我的这个意 但是似乎违反了 你们学校的强权 学校就要开除你 这该怎么说呢 没有这个 当然其实 要看回当地的法律了 比方在香港 有些罪名 你不能不报的 比方说 当你知道 有些贪污的罪 你不能不报的 你不报的话 是妨碍司法公正 可是在这个以外 有些事情 你是有保持 沉默的权利 假如收回学校的情况 很多时候当办干部 你要看你老师 虽然是说 你要做什么什么 那到底要 严打到什么地步 在你手上 像又婷你这种人 可能就 那个拿起鸡毛挡令箭 没有 我们特别正直 但是我跟你说 比如说你当这个风济鼓掌 经常会有一些告密 这种 对你的人格形成养成 会不会产生 我跟你说 你就会跟同学有距离 因为同学就不喜欢你 所以其实在 成长过程中 你会有一段时间 是很孤单的 因为大家就说 看到你就害怕 或是看到你特别敬畏 那其实你并没有 真的跟朋友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并不是对小朋友 特别好 我觉得 我现在想起来 人员最差 应该就在当那一年的 风济鼓掌 那个时代 那我个人 对这个班干部 还是没什么好印象 因为我从小到大 当过的最大的 就是语文科代表 你知道吗 但是而且呢 我为什么有一个印象不太好 我认为他们最后有特权 这个初中高 就是小时候的事情 我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大学分配 你要是个干部 那么你是学生会主席 或者你是什么 包括你是党员 那么我们那时候 分配工作很难 对吗 一般他们都优先的 去北京的 去首都的 大的新闻单位 像我们这种 不是什么干部的 就自己南下去找工作 那我觉得 如果照你说的 你是为公民服务的 你是培养为人民服务 那你为人民服务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正像我就说的 为什么有些人说 有国有民 我还能接受 有些人说有国有民 我就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几年看下来 我发现这个人 他比他担心的人民 他这个升官发财的速度 可快得多了 那就是他怎么被选出来 就是在我不知道 内地是怎么被选出来 但我们的办干部 是小朋友投票投出来的 所以你常常有时候 到最后 为什么有时候 这个人会当办干部 他不见得是因为他 可能大家特别讨厌他 因为你知道风济鼓掌 例如说是 大家知道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特别讨厌的文涛 我就把邓文涛推举上去 然后大家就说 我投他 投他让他去做那个 所以有时候风济鼓掌 要不是像这种 成绩最好 要不是成绩最差 因为他最捣乱 老师就最后就叫你去 你去管人家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压力 有时候老师 叫你去管 在美国 比方说收回美国 没这种制度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可能不同的州 不同的学校 一般我的理解是有的 有些而且有些去选 有些不一定去选的 小学的时候 他指定 像美国现在流行 一套什么方法呢 他不是找最好的学生 找最不负责任的学生 因为很多心理实验 发现当把责任压在你的肩膀上面的时候 你就学懂了 你就学乖了 你整个人有discipline 有纪律了 所以是用这种方法来把坏学生教好 对 对 所以什么样的类型都有 问题在于说你怎么来操作 像文涛你刚说什么选大学 什么分配工作 这个叫特权吗 我不觉得是特权了 假如你是比方说透过民主选举 他说整个制度运作是好的话 你要付出的了 他当班干部要付出的被同学讨厌 你要付出你的时间 所以你付出之后 他是给你的回报 但是问题是 好像我们那个学生会主席不是民主选举 所以这就是产生的一个问题 是老师定的吧 而且我跟你讲 我连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民主选举 是选全校的干部 就是全校我们叫自治市市长 就是这个小学生就是全一年 全校的小代表 你知道我们在选举过程当中 印象超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选举的女生呢 他妈妈是在学校的福利社工作 你知道福利社是卖那个面包便当的 对不对 他妈妈就说开玩笑 说如果你投给我 豆文涛的话呢 我们今天便当打 就是买 定时的送一个之类的 会选吗 对 对 那这种话 全水扁的招 真的 然后在小学里面 然后我弟弟就会跟我讲说 姐姐你知道吗 就是我今天班上他们 大家就说要投给谁 因为呢 他们说我们就会有免费的果汁喝 哇 我真的从小就是那种记者的正义感 我就觉得怎么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见结果 你就小朋友嘛 总是会觉得 是这样 是这样 就绝取出来 他真的当市长了 你知道我 我就当着他的面说 你们家会选 然后我就被老师约谈了 老师说 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 你没有证据 你不可以说 我说我听到了 我有人证 然后我们老师说 在这个环境之下 就是这个东西不构成会选 但我到现在印象深刻 所以你就知道台湾的民主 搞到这个样子 真的从小 枪枪塞人形广告之后见 说这班干部制度 要不要取消 现在这讨论 已经到这程度 是有个教育学者熊炳奇 说呀 说现在这种这一套 中国的这个 滋长了学生的权力意识 导致班级就官场化 官僚化 培养学生等级观念 失去独立人格 但是他们也调查 就有一些这个孩子 当班干部的 也是很委屈 他觉得自己 确实是在跟同学们服务 这是公民精神 为同学服务 怎么反倒 落这种 我觉得不应该是小孩 去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从头到尾 小孩就是被教育 就像我说 我的干班 我为什么会变成干部 这整个过程是被学校教育 说这个产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重点应该是 到底老师大人们 是怎么教这些小孩子的 就是说你怎么告诉他 你今天当了这个干部的意义 所以你讲的 就是这个郑元杰老兄 他呢 我看他是中国的童话大王 多少孩子看着他童话长大的 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啊 是个有点反建制 他好像对中国目前现行的教育 这一套啊 表示怀疑 因为我知道 他曾经跟他儿子一起上这个节目 他的儿子大概才上了几天小学吧 他就不让他孩子上学了 说我怕你们的教育制度害了他 我回来把孩子带回来 我自己教育的长大 也成才啊 他儿子现在也是个 重点不在于成不成才 因为你甚至一点书都不读 也可以成才嘛 重点在于说 我对于内地的法律不了解 在香港 这个老兄就要坐牢了 为什么 因为香港有所谓强迫教育 就是说你要保障 现在变成强迫教育 强迫教育 就是说你小孩在高中以前 一定要得上义务教育 对 我们也有义务另外一方面 叫厂扩 你不能不给小孩的养手 因为它也保护一下 中国人有些家长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